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与外在的环境相比 古人们认为即使出身于饥寒窘迫的家境之中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善生活 在历史上 通过自身的能力改变出身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刘备 因为父亲早早离世导致生活艰难 所以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但是在其成人之后 凭借着自身弘异宽厚 知人待世的能力 很快在江湖之中获得众多好友的大力相助 一步步建立了蜀国 逆袭成为异国之君 所以在古人看来 若是数十年都无法改变穷苦的生活 那可能是自身太过于懒散的问题 这样的人不值得为其悲哀 而昌则起源于音乐歌舞之女乐 后来逐渐沦为提供陪伴和娱乐为主的人 但是这些女子大多因为家中受罪 或者被父母变卖 走投无路才沦落至此 所以他们通过卖艺来赚取钱财 是十分心酸的 不应该背吃小 除此之外 这一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那就是只表面风光一时 但背后却是通过肮脏的手段来 谋取钱财的人 这样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虽然被人们所不斥 但还是会有不少人因为名利而对其产为讨好 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价值观 虽然说一分钱难道英雄汉 但是在道德品行面前 人们应该全面地来看待 莫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旧极不旧穷 中国民间有句老俗语是这么说的 旧极不旧穷 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些冷漠 但是深究下去 我们可以发现深刻的哲理内涵 以及人心里的惰性 有一种人 他们人穷之不穷 还有一种人 则是人穷之端 而这两种人身上的穷 含义却不一样 第一种 穷是资金暂时的匮乏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在经济上的困难 而随意向他人寻求帮助 反而颇有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妻婆 对于这样的人 穷只是一世 第二种穷 就属十分喜欢向别人伸手的人了 他们生活的穷困潦倒 源于他们怠惰的思维和贫瘠的心灵 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穷 旁人难救 唯有自救 于此 对于这种人 我们老祖宗的态度是 救急不救穷 关于这种不值得救济的穷 让颜小二想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迅笔下四处诉苦而穷困潦倒的奴才 像极了俗语中不可帮的穷人 对于这类穷人 不是不救 而是救不了 因为思维的匮乏 唯有旁敲侧击 让其自救 一 鲁迅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里的穷人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这篇文章并不长 全文以奴才和聪明人 以及傻子的对话展开 奴才先是对聪明人诉苦 他说 先生 你知道的 我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 这一餐不过是高粱皮 连猪狗都不要吃的 尚且只有这么一小碗 聪明人对奴才的遭遇表示同情 安慰他总会好起来的 后来 奴才又对傻子诉苦 他说 先生 我住的只是一间小破屋 又湿 又阴 满是臭虫 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 晖奇冲着鼻子 四面有没有一个窗子 傻子听了怒气冲冲 动手就要帮奴才 把房子砸出一个窗户来 这时 奴才吓坏了 大喊着强盗要砸屋子 并叫来主人 傻子被一群奴才赶走了 主人夸奖奴才做得好 聪明人也来慰问奴才 替他高兴 于此 鲁迅先生笔下 关于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的荒诞故事 就此结束 鲁迅这个故事中的雄人是谁呢 一目了然 是奴才无疑了 他的穷身入骨髓 且无可救药 他被主人压迫着 更被自己压迫着 这是他的可悲 而他以主人之压迫 掩饰自己思想上的匮乏 将自己就由自取般的悲剧归咎于别人 这是他的不争气 于此 鲁迅先生对于奴才思维之穷的嬉笑奴骂 也是入母三分了 二 为什么救急不救穷 看了鲁迅先生的文章 那么对于帮 就急不帮 就穷背后的道理 我们就好理解了 该不该帮一个人 对方于物质条件上 是否匮乏不是的问题 而是对方之不值得帮 有一类人 他们因无法选择出生 而生活贫苦 这种穷不可怕 这是可以改变的穷 就像日本作家东野龟吾在《时生》中说的那样 悲观也没用 谁都想生在好人家 可无法选择父母 发给你什么样的牌 你只能尽量打好它 但是有一种穷 与出生看似有关 但却并非是绝对性关联 这便是思想贫瘠 这一类人将自己的穷归结为外因 没有想过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奴才 他们很擅长诉苦 他们想要收获的也不是救赎 而是旁人的同情 对于奴才 若是有人和傻子 一般因愤怒 想要为其做点什么 不仅吃力不讨好不说 还会成为奴才 聪明人 主人眼里的强盗 继而被赶走 这很荒诞 但这样荒诞的事情 却在我们身边偶有上演 所以 为什么帮极不帮穷 因为有穷则独善其身之大气魄的人 他们未必会向旁人寻求帮助 而常常诉苦 念叨着自己的不容易 以此寻求同情的所谓穷人 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思想贫瘠 这样由内而外的真穷人 属思维的怠惰 外在的救济甚至会起反作用 对于这样的穷人 不是不帮 而是不能直接帮 除了自救 别无他法 毕竟 没有人可以唤醒在怠惰 面前装睡的穷人 三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曾看到一位不知名的网友 说过这么一句话 觉得很好 他说 对穷人最大的善良 就是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而不是金钱上的资助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善良的老师 他叫张桂梅 他的事迹感动了整个中国 丈夫造王 无儿无女的他在云南的贫困山区 交述四十多年 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他曾多次将许多山里的女孩 从家贫辍学嫁人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自2008年 组建免费高中以后 他将一心六百多名女学生送出大山 彻底改变了女孩乃至女孩一家的命运 我想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大抵莫过于此了吧 张桂梅老师对他学生的帮助 才是严小二心中真正的拯救 如你我所见 帮助所谓雄人 从来不是从口袋掏钱 递给对方这样简单的事情 真正的帮助很难 甚至伟大 如张桂梅的无私 又如鲁迅的呐喊 古人常说的笑贫不笑娼 救急不救穷 看似简短 却道出了人性的现实之处 而这都与人们的思想操守有关 其实不论平仓 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脚踏实地 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 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总有些游手好闲之人 不顾自身的缺点 一味地怨天尤人 那也只能受到他人的嘲讽了 贫苦并不是生活艰难的借口 而应该是奋发的理由 因为生活的不尽如人意 更要动心人性 不断地磨练自身 以成就大志 这样一切才有转变的可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